清台凤凰的惊人雨量造成儿童之家地下室淹水 也同时淹没输送电力的发电室 让院内师生除了要赶忙清扫家园 还要客难度过没水没电的日子 台电公司接到通报之后 除了立刻派员勘查 更紧急筹募资金还有人力 自掏腰包赶紧抢修 在9月25号临时从外县市调来的电缆 还有便电箱已到位就立即动工 当日就恢复宫店 哪里需要电我们就送电到哪里 哪里需要的温暖呢 我们台电就把温暖送过去 所以的话我们台电公司立即动员 我们的碑囊服务所 还有我们电务组的发便电客的同仁 还有检验客同仁来现场检视 看看他的发便电设备的受损情况 然后评估我们台电公司可以提供哪些的协助 我们希望的话 今天的话整个发便电设备 还有临时供电这些电缆设施等等 发便电设备能够继续 那么台电的志工团也发挥很大的力量 我们在一身的号召之下的话 我们台电自己的员工 还有我们的电机成专业的这些厂商 大家的都共向升级 所以这个进费完全是去募集来的 电力恢复之后 顺利解决了儿童之家的燃眉之急 但是许多设备也都在这场淹水中损坏 院里的许多学习设备还需要筹错经费 才能够重新备齐 今天非常感谢台电公司处长带领之下 以及各个科室的主管来帮助我们 今天可以解决我们临时电用电的问题 紧接着下来就是我们下面所有的电机设备 我们的消防的设施设备 全部都不堪使用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就说我们全部要更新 据初步的估计 大概将近500万左右 四五百万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困扰 原本都是泥泞的地下室 现在已经清理恢复的差不多 但是距离原本舒适的学习环境 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与帮助 东台新闻黄欣平在北南乡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